百遍赵丽颖,图三我忍,图五我也忍,图八我忍无可忍。 赵丽颖,我最喜欢的一个女明星,我爱银宝,其实不需要理由,美好的事物,没有理由不偏爱。 图一的银宝,是运动女神,这身材也是没谁了,光亮的皮肤,透住汗水,生命在于运动,运动的女人最美,银宝,棒棒哒。 图二的银宝,是红毯女神,当她走过时,犹如一颗耀眼的星,所有人的目光,都被她吸引,这种霸气,和不服输,展现得淋漓尽致,这一身小黑裙,屡于空点缀让银宝霸气的同时,又不失女性原有的柔和美,搭配相得一张,你不觉得,很有味道吗? 上前扑倒,哈哈。 图三的银宝,银宝梳的短发,这一身纱裙,连银宝的十分之一美都没有,还特意给个大影,把银宝的脸都写没了,看在银宝眉腿的份上,我忍。 这套造型,有些用力过猛,把飘逸的感觉拍成了用力过猛,造型师,领和赞。 图四的银宝,银宝穿着古装,吃着雪糕的模样,转换性实在太强了,这是要穿越的节奏,哈哈,我开玩笑的啦。 银宝在片场吃雪糕可见当时的天气很炎热,也侧面反映出演员们的辛苦,师师致敬所有辛劳勤苦的优秀演员,感谢你们不辞劳苦,带给我们这么多优秀作品。 图五的银宝,这张银宝是个难题,宝宝们,你们分得清,银宝是无嘴要哭,还是在惊讶吗? 反正我是傻傻分不清楚,对于强迫症的我,只能忍了,这张要不是银宝,我还真的没艰辛去研究他哭还是笑,不过,只要是银宝,我都愿意花时间去琢磨。 图六的银宝,这张银宝在给自己打气,帽子倒戴,像个假小子一样,太可爱了,后面抢镜的那是个什么东东? 这年头,有这么一个大美女自拍,你不欣赏,还要抢镜了,抢镜你倒是录个脸啊,录个品子算什么? 哈哈无脸 图七的银宝,这张银宝的新娘装,没有特意打扮,却十分唯美,当然了,这不是银宝结婚的照片,只是样板照片而已。 看住银宝幸福的模样,想到了娇羞的自己,失失我还未出嫁,恐怕我是嫁不出去了。 图八的银宝,这张银宝我忍不了了,哈哈,被笑得肚子痛,银宝学起金星老师,简直是不要不要的,看银宝乐得,不行不行的,我说银宝,学金星老师应该站起来,就像王祖兰学的那样。 哈哈,那样才完美,哈哈,这可爱的银宝,太逗了。忍不住被他逗得开怀大笑。 吐久了银宝,银宝吃东西好享受,我都想吃了,看银宝吃得多入迷,足足的一枚小吃货啊,双眼紧闭,体验美味带来的味蕾享受,那一个分给我好不好,吐舌头,无脸。 吐石的银宝,汽水,这等孩子汽的银宝你见过吗? 诗诗是汗鸭子,喜欢水,却又不敢下水,苦逼的童年就那样过完了,看住别人游泳,诗诗只能用救生圈,白眼。 图11的银宝,这张很惊艳,威风凛凛却又不失高贵,有韵味又不失中性美,胸前的大蝴蝶结很强劲,不过有这个参照物,也恰好把银宝的脸,硬衬得极小,银宝的气质真的是美中极品,可攻可守,美好的无法言喻。 图12的银宝,是一枚性感,却不带风尘味道的银宝,一般的女星,稍不留神,性感中就会流露风尘之味,很俗气,也让人很反感。 而银宝的性感,是那种让人捧在手心的性感,不是那种让人玩玩就甩的性感,这点你get到了吗? 宝宝们有什么看法,欢迎评论分享,诗诗爱你们。 马大 无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